盘点,将夜中书院十三位先生的境界主要成就以及最终结局。 接上截,四先生,范月,境界为动玄。 自他起,至十一先生王池,这八位先生都只注重各自领域的研究,并不看重境界和战力,所以境界都在动玄境内。 四先生,范月,由法器和山盘,竟于推演算法,擅长辅道算策,器具设计。 常与铁匠出身的六先生合力研制武器护甲。 唐国诸匠的护甲多由二人合力打造,代表作是宁缺的元十三剑和夏侯身上的明光铠。 二人曾与师兄弟一起守清霞,用河山盘接住了贯主的虚剑。 援助结局,二人在新生世界过上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。 吴先生,宋谦,曾是南靖国手。 八先生,吴明,是岳伦国御用骑师,两人皆以骑入道,是一对骑手,被夫子看中先后入书院成为亲传弟子。 曾在第一次举世伐堂中,与三先生于连坐守书院后山,用骑盘大阵阻拦过熊出没。 援助结局,二人还是习惯在后山里待着下棋。 七先生,沐佑,是一位天才女镇师,经研镇法,负责书院后山的镇法维护。 受夫子指点练习绣花,以提高修为,擅长非真术和真酒术。 曾帮助宁缺在燕明湖布镇击杀夏侯,也参与了清霞之战时的祖击。 援助结局,他与君墨结为了夫妻,两人同游心事借去了。 九先生,北宫为央善吹销,师先生,西门不惑善俯秦,二人皆以音律入道。 原本都是吉南海岛之上先锋盗鼓的隐士,被夫子看中先后入书院成为清传弟子。 清霞之战时,二人合奏异曲大音无息,阻挡了无数神殿联军。 援助结局,二人还是喜欢在镜湖盼合奏,因为他们觉得世间根本无人有资格听他们的音律,之音依旧是彼此。 十一先生,王池,以花草入道,能辨识世间一切花草,是一个要学大家,也是一个喜欢思辨的哲学家。 清霞之战时,他主要负责为各位师兄疗伤配药。 援助结局,他去了越伦国,听说遇到了花痴鹿陈家,至于有没有发生什么故事,谁都不知。 十二先生,陈皮皮,境界为知命,且是世间最年轻的知命境,知首冠冠主陈某之子,道门不是出的天才。 因不想与师兄叶青争夺冠主继承人之位,离家出走,考入书院,被夫子收入二层楼,成为清传弟子。 他擅长知首冠的绝学,天下西神旨和书院的不弃义。 曾用通天丸救活宁缺,让其得以修行,为救桑桑出牢狱,一指便将号称知命以下无敌的王景略重创。 第一次举世伐唐时,他破了只手冠不下的阵法,驻大师兄李慢慢逃脱。 在长安城,帮助大师兄与三师姐拦截自己的父亲,却发现无能为力,灌主被宁缺的人自服打废后,用板车将父亲拉回只手冠。 陶山举行光明祭中,他被天女选中成为祭品,被唐小唐等人救下。 援助结局,他终于与唐小唐走到了一起,留在了西陵神殿。 十三先生,宁缺,作为全剧主角,他的故事就不多赘述了。 援助结局中的宁缺,不仅将天女留在了人间,还与其二次进入棋盘,经历重重磨难,明误众生意,修成天佛。 最后面对极其了七卷天书,如同神明的灌主强行幻天,生死之际,他与桑桑共同引导整个人间的意志,写出了真正的人子神符,彻底将灌主击杀,并破碎浩天世界规则限制,带领世人走向了今日之地球。 援助中的宁缺是穿越到这个世界的,所以桑桑问宁缺,这就是你来的那个世界吗? 宁缺说是,他之所以这么确定,因为这个世界有月亮。 但这句话却显得很没有道理,不过这不就是书院的风格吗? 桑桑担忧,这个世界的元气正不断向外流散,总归有一天会流失殆尽,问宁缺未来该怎么办。 宁缺望向夜空,说道,我想那时候人们或者都已经离开了这里,人类的征途本来就应该是星辰大海。 桑桑花香